你們是家庭作業都沒有做嘛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示範一下家庭作業啦好不好 這個作業應該是你進來之後應該會看到這個語法啦 就是等於說你可以把這些東西預測出來 然後我們先我們先直接RUN看看好了啦 那它的那個圖像的路徑應該是改這裡啦 就Lesson11 蛤不能用 因為這裡都是在Lesson11這裡 好這個就是隨便找一張圖 你大概可以看到這個這個樣子啦 好不好那你要怎麼改勒 這個你基本上就是把圖片 假如說TestImage 你現在剛剛是這張嘛對不對 這個是一這個是 這個是這兩張圖是差不多啦 好不好就是 只是大小不一樣 好那這個 這個語法裡面 比較關鍵的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就是 他怎麼預測出來的嘛對不對 好他怎麼預測出來我們先看最後 最後他 他我們最後 我們最後 我們最後 這個image1沒有什麼好說的嘛 這個Predict Bounding Box 這邊是不是就在描述說 第幾個 從多少到多少 多少到多少 是 然後他有多少機率 是BUS這樣子 第一格在哪裡 我給你們看好了 第一格是從這個 以Carlin來講 他這個 複數跟0是一樣的啦 好不好 0到0.17 所以0到0.17 差不多在這裡啦 然後他的RAW是從 0.25到0.79 所以他就 他就在描述這個框 這樣可以嗎 這個他在描述這個框 描述這個框 他的機率是88% 好所以 然後是BUS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RAW 他其實是在描述這個框這樣子 好那 下一個問題是 那 有了這個當然 就 我要產生這個圖 當然很簡單啦 好不好 那比較大的問題是 那我這個怎麼產生出來的 這個 Predict Box Image 是不是用這個Decode Function做的 Decode Function 它的Input是什麼 它的Input主要是這個Predict List 對不對 這個Predict List裡面 你會發現它裡面有三個 它的長度是3 然後你如果 問它 第一個Dimension 52x52x33x1 第二個Dimension 26x26x3x1 第三個Dimension 13x13x33x1 這個13x26x56分別是什麼咧 分別就是 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之前那個 桑傑克講YOLO的模型啊 它是不是以Grid為Bass 然後去預測 以Grid為Bass去預測 所以它 所以它這個 所以它這個 它這個 我這邊 我這邊把一個東西秀出來好了 舉例來說我秀 第13個 這個第一個Dimension 第一個機率 這個是什麼 這個數字代表是 每一個 就是這張圖上面啊 這個 以第三個Level 這個 就是總共分成13x13個Grid 然後13x13個Grid 它是物件中心的機率是多少 這裡有沒有物件 有沒有超過 超過0.5的啊 我來找一下好了 這邊有沒有超過0.5 which 大於0.5 喔有 有 是有位置的 等一下 欸 等一下 那個 這個 第8跟第30 第8跟第30 應該是 在 好 這個超過0.5 所以它認為在這個地方 你相對那個圖大概就在這附近 這附近有一個超過0.5的這個 的這個 框框 存在 然後 第30 應該是 在這附近吧 這裡 喔這裡 那 第三個Grid嘛 所以大概可能是這附近 它認為有一個 可能的框框這樣子 好 所以 它的結構大概就是這樣啦 然後 根據那個值啊 我們就要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數字去描述它的x在哪裡 它的x座標在哪裡 它以中心來講 它的偏移量在哪裡 好這個是 那我們就是去看 假如說剛剛是 第8格對不對 這個 那它的偏移量是0.28 0.48 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就是 這邊反正就是 我還是建議回去自己看啦 就是 我怎麼去把 用這個去算出來的 它應該是 用 看一下上捷克好了 它那個數字應該就是 就是 那個數字應該就是 做 做這個 就是 加上這個 原來的這個數字 那就是 加上那個第幾格 那它第0格嘛 所以說 它是 邊界是沒有嘛 所以就是 它就是沒有加 它直接就是0.48 這個數字 可是它的相對位置 那 對於整體來講 它是不是要除以13 好 這樣可以齁 好 好 這個 這是上捷克的家庭作業啦 這樣子 那我們看這節課好了 這節課它要做一個實驗 好 我們把它丟掉 好 這節課的實驗齁 就是 大概 我們剛剛跟你講過 就是我們 把這張圖 我們現在 核心的問題是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 我們已經知道 就是我們的Label要怎麼呈現了 就是 我本來是 不特定的框框數目嘛 現在我把它換成 以Grid為Based 去預測它有沒有框 有框的話 這個 我在預測它的偏移量或什麼的 然後 為了避免 我同一個Grid 可能同時我會 就是同時有三個物件 在同一個Grid 以同一個Grid為中心 所以它 同一個Grid 它可能會有 1到3 就是它可能會有三個 它可以Purpose 三個框框 出來 這樣大概懂意思齁 它可以Purpose 三個框框喔 所以 那如果你說 那同一個 如果有一張圖 同一個位置 就是中心有 這個 有四個物件 那怎麼辦 好啦 那這個可能就沒有辦法 就是如果你是三個的Model 你可能就 你當然不可能預測出 第四個框啊 好不好 但是這個 但這不是問題啦 因為 就是 你如果 你的任務 比較有這種狀況 你可以自己增加它的Box數目嘛 好 那對於一個Box來講 剛剛已經講好了 第一個值 我們跟這個 這邊描述的不太一樣 第一個值是幾率 然後後面四個值是這個 XY的相對座標 跟它的寬度還有高度這樣子 這個都是相對高度跟相對寬度喔 為什麼要相對的呢 是因為我們Grid在掃描的時候 對於每一個 它的Input 對於每一個這個Input 它的那個Future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也擁有一樣的權重 所以它這些值都必須是相對的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那個Label產生 好不好 然後這個 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實驗怎麼做 好 這個實驗就是 反正我們有一些皮卡丘的圖啦 好不好 然後我們先把Data把它讀進來 然後讀進來 這個 我們希望一件事情啦 就是我們把這個圖 這個圖是224x224 這個圖是224x224喔 然後 然後 我們 24x224 如果我們給它 就是 多抽幾次 就是 捲機多捲幾次的話 最後它變成7x7 的話 那我們希望它是7x7x6 就是最後我要預測六個東西出來 這六個東西分別是什麼 第一個是可信度 就是我 我這六個Future Map喔 這六個Future Map 第一個 我希望是一個 介於0到1之間的數值 經過Sigmoid的轉換之後輸出 這個就是 剛剛講的 它有框框的機率 這樣可以嗎 第二個是 Y座標的相對位置 Y座標的相對位置 第三個是X座標的相對位置 第四個是寬度 第五個是高度 第六個是 類別1的可能性 那因為現在只有皮卡丘 它沒有1步 所以這個永遠都是百分之百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 我們剛剛我已經講了 就是使用相對位置 不是使用絕對位置 是因為我們是Gridwise的掃描 對於每一個框框來講 我這邊舉個例子 我們既然做Gridwise的掃描 我說我用絕對位置 那我在左邊的跟我在中間的 它是不是 預測值的值要不一樣 預測值要不一樣 預測值要不一樣 可是我又用同樣的權重 那這樣子我圖片如果做了一些平移 它不就毀了嗎 所以我一定要用相對的值 這樣大概懂意思喔 好 那我們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高度跟寬度 它顯然是一個大於0的數字 對不對 就是高度跟寬度不可能小於0嘛 對不對 一個正方形不可能 一個矩形不可能小於0 那為什麼我們是使用這個 我們為什麼是使用這個 就是把大於0 把它取對數之後再做這個 取對數之後再做這個預測 就是把原始的Label取對數喔 那這樣它是不是就範圍就是介於這個 那個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之間了 好 為什麼我們是這麼做 而不是直接把它做ILU ILU不是可以直接把小於0的數字弄掉嗎 好 原因是這個樣子啦 原因是 取對數的話 這個 取對數的話 這個 它不會有T度消失問題 因為對數的那個導函數 就是它的導函數是n分之1嘛 logx的那個 那個微分是x分之1 所以它不會有T度消失問題 可以最後一層用ILU 那如果不小心一開始是預測0 所以複數 它就再也沒有T度了 所以 Value其實只能夠用在中間 不能夠用在最後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喔 好 繼續 那我們這個圖像處理的技巧 跟之前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 我們先把它這個 就是我們先 把這個程式碼稍微做一下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現在先從這個 先從這個 Lesson12這裡 我們先 上 就是先拿一個叫Mobile Model的 這個來進來 好 這是一隻 這是一隻貓嘛 對不對 然後 這個 你如果要 我們等一下就用Mobile Model 來對這個 這個圖進行預測 這樣好不好 這個 這個跟之前一模一樣喔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不同的 在下面 好 按到了 好 我只是 我只是把這個 Normal的這個圖啊 把它 拿進去做預測 用Mobile預測 預測出來 你應該可以看到 它是一隻貓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 Mobile Model跟之前 沒有什麼不一樣喔 就是跟那個之前那個 那些沒有什麼不一樣 最大不一樣在喔 它比較小 就是它是一個 Mobile Model 是一個比較小的Model 準確度沒有差很多 那因為 我們今天的實驗 就是要做比較久 所以我們現在用 小的模型做 免得 免得這樣子做半天做不出來 好不好 好 所以 這個 基本上 就是Mobile Model跟之前的那些 就是你用來做 Transfer Learning的Model 是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好 下一個是我們要定義一下 這個Model的這個 就是 那個 結構 那我在這裡齁 我已經把語法都已經寫好了 我來找一下 這個 皮卡丘這個 這個 object detection 好 就是在這裡 好 首先 我就要先把這個 我就要先把這個 pre-trained model 把它漏進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裡 pre-trained model 已經漏進來了 這樣可以嗎 pre-trained model 漏進來之後 我先把這個 東西拿出來 然後我把它最後一層的 output把它叫出來 這個跟我們做 Transfer Learning的時候 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不同 好不好 這個 basic output 這個就是 我做Transfer Learning的時候 標準的做法 我先拉最後一層出來 好 那關鍵是什麼呢 關鍵是 我現在這個東西 拉出來之後 它是 八成 它 我們現在 它是一個 這個八成八成320的 一個 這個 一個size 那 我希望 要把這個 要把這個 就是 東西變成 Grid 就是八成八成六 對不對 我想要把它變成八成八成六 可是因為 它前面的訓練 是做Classification 那我想 給它多疊幾層之後 再變成八成八成六 所以我這邊 有一個 就是叫DW Convolution Function 這個東西 就是MobileNet 它的那個Module結構 跟那個 之前上課 我就有上過MobileNet的那個結構了 它是 先擴展再回來 先擴展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怎麼寫的 先 印Data進來以後 先用1乘1的Colonize 給它做 擴展 Number of Fighter乘上 反向 這個反向擴展係數 這個反向擴展係數 可能是六倍啦 好不好 這個數字可以換 好 那接著呢 做BenchNormal 然後在 Convolution 這邊 Convolution的Fighter 數目跟前面一模一樣 關鍵在於 Number of Group的數目 這個就是做 那個 Dipwise 那個 Dipwise的這個 Convolution 好 這樣可以 Number of 就是 Group的數目 跟Fighter的數目是一樣的 然後最後再把它 Convolution回來 這個時候 Fighter的數目要回復原樣 好 這個是MobileNet的這個 就是標準的這個 Module架構 然後如果 我需要用 Residual的話 我就把它加起來 不然的話就直接 Output出去 好 這樣可以 好 好 那 有了這樣的概念以後 注意一下 我最後一層沒有在Radio了 對不對 這個是那個 Google的那個研究 告訴我們說 那個 就是你用Dipwise的話 最後一層不要Radio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那個Module的Function 這是標準的 Convolution的Function 這個我們跳過 好 這個YoloMap的Function 在做什麼呢 就是 就是 我把這個東西 就進來之後 我最後就要把它變成 Final Map 就是六了 維度就是六 這樣可以 維度就是六 我先過Drop Out Drop Out 過完以後 我就Convolution Convolution完之後 它就變這個 這個東西 我先把它分成六份 為什麼要分成六份呢 因為第一份 要做Sigmoid的轉換 對不對 然後那個2跟3 是X跟Y的相對座標 它是不是也介於0到1之間 它也要做Sigmoid的轉換 但是4跟5 4跟5 有需要做轉換嗎 4跟5不需要做轉換 它只要負無限大 要正無限大之間 因為它是 它相對應到的是 取了Log之後的數目 對不對 好 那 後面 所以 不是在4跟5裡面的 就要做Sigmoid的轉換 剩下通通都直接 那個4跟5 就要做這個 就直接Output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這個New List 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變YOLO Map出去 好 所以它的結構大概就是長這樣 所以 這個 我們就先過一個DW Combination 再過一個DW Combination 再過一個 這個 Combination Function 然後最後就是YOLO Map Output 好 所以它的結構是長這樣子喔 好 那這樣 結構的部分就是了解了嘛 就是貼下來就對了 好 下一個 第一損失函數嘛 對不對 損失函數不太好定義啊 因為 剛剛你講了總共有 六個不同的東西對不對 拿六個 這個 就是那個 絕對的那個 就是 匡的幾率 匡的幾率嘛 對不對 然後X座標 Y座標 高度寬度 還有這個 皮卡丘的幾率 好在這裡齁 我們來看一下 原本YOLO的損失函數是什麼 就是 這個X XHOT 有HOT就是預測值啦 對不對 有這個 這個就是X的座標 X的座標它是用 殘差平方核 看得出來吧 X座標用殘差平方核 Y的座標也用殘差平方核 好 這邊有個奇怪符號 這個符號是什麼勒 這個符號意思是說 不是所有的我都要用啊 應該是有框的地方我才要給損失啊 沒有框的地方我不用給損失啊 這樣懂意思嗎 沒有框的地方我不需要給損失啊 所以是有框的話 我就把X跟Y的殘差平方核 做相減 然後把它乘上一個數字 然後這就是第一部分的Loss 第二部分的Loss是 寬度 寬度跟高度 我要先開根號 再 稱作殘差平方核 然後再有框沒框 然後把它加起來 可是這邊要有一個問題 剛剛高度跟寬度不是取Log嗎 有可能有複數對吧 複數可不可以開根號 不行啊 所以這裡 所以這是原版的YOLO損失函數啦 這個 就是我們到時候會改這個部分 好 第三個 這個機率也是殘差平方核 這個核四嗎 這個不是應該要用 Cross Entropy嗎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在那個 第一個輸出不是Sigmoid function嗎 Sigmoid function不是應該要用 Cross Entropy嗎 所以它這裡寫的也不是很好對不對 好 這個是有的話 這個是沒有的話 注意這個是OBJ 這個是NoOBJ 對不對 沒有的話我同樣也要給它減啊 因為對於上面來講 對於上面來講 我可以 我有的話我才要預測框 可是對於下面來講 預測框有沒有這件事情 反向的也要做減 那這邊為什麼給了一個額外的權重 是因為 反向的可能會很多 就是沒有框的地方可能會很多 所以我希望對這裡做一個比較大的加權 這個數字可能比較小 這樣可以齁 好最後 還有這個機率 機率我們現在不管 因為最後一個部分 反正 它還是用參加平方核 但是我們一樣可以用Cross Entropy 好 這是它當初寫的啦 所以這個 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剛剛講的第一部分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它第幾個部分都是什麼這樣子 好 這個 這個損失看數有點粗糙啊 所以我們基本上 邏輯大概聽得懂了嗎 就是我們需要用到 那個MSE的Loss function 跟Cross Entropy的Loss function 好 有了這兩個以後 我就要 我就用這兩個來組成 YOLO的Loss function 這兩個我就 我們就不細看了啦 好不好 這兩個大家都知道了嘛 對不對 好 YOLO的Loss function 就是你把東西丟進去之後 你先把它 把它拆成六個List List 然後裡面有六個東西 這六個東西 只要是 2到5的 那個第一項 2到5是不是都是用MSE 2到5是不是用MSE 所以2到5用MSE 然後 其他的就用Cross Entropy Loss 這樣可以嗎 好 有了以後 把它全部加起來 你就可以Return my Loss 好 所以我們的YOLO的Loss 長的樣子 是不是比較特別一點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物件模型式 你有 大概有感覺出來 就是 這節課 的損失函數 它的 物件識別模型的損失函數 跟這個 它的結構 真的跟前面的模型 有非常大的差異 這樣大家懂意思了吧 好 所以這個 這邊真的是 如果不懂 一定要仔細看要懂 不然的話 那個 很容易就跑錯了 因為它改的地方 真的太多了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 對它做的一些修正 就是 標準的損失函 SIGMOID轉換之後 輸出標準損失函數 應該是Cross Entropy 對不對 這個我們前面證明過 就是第一節課都證明過了 所以說 我們不管 我們就反正用我們的想法去做 好 所以說 我的這個 YOLO Loss 跟原版的YOLO Loss 也不太一樣喔 但是 沒有關係 你們就用我了就好了 好 接著 我們現在不要編寫 執行器嘛 對不對 執行器在這裡 我們先把這兩個LOD進來 LOD進來以後 我先全部執行到這裡 執行到這裡以後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應該是有 有一個叫TramBoxInfo 跟Tram 這個ImageList 我們先看TramBoxInfo 這個就是 第一張圖 它的皮卡丘在哪個位置 這是 這個是Colon的相對位置 Raw的相對位置 這樣可以喔 好 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有了這個東西 就可以ShowImage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 ShowImage 我們現在把 IOU function ShowImage function Encore function Decore function 跟 前處理函數 通通都 不講裡面發生什麼事了 反正再看就可以了 我們只看Input跟Output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 我們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List裡面 就是那個 JPEG的那個項量 你把它用 Read的JPG 你就可以把它 還原這樣懂嗎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好這樣 你有抓到IPTR的說嗎 你看 我現在打這行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就是把 東西變回Image 變回Image 然後我把這個 第一個 把它弄成SubboxInfo 把它放進來 然後這個ShowImage 就可以幫我把這個 皮卡丘框出來 這樣知道嗎 我就是把紅色的 框弄到那裡 好我們再回復一下 印象 0.626是出在哪裡 這裡到這裡的距離 0.626 0.725是多少 這裡到這裡的距離 這樣可以 好 RAW button 0.465 這裡到這裡的距離 ROATOP 從上面來算 不好意思 這個0.46是這裡到這裡的距離 0.3是這裡到這裡的距離 它從上面來 它也是以這裡為參考點 以這裡為參考點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有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Decode來試試看實驗了 Decode function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 我們再做一個實驗 就是剛剛Decode function那些都有了嗎 我們來 我們本來的BoundingBox 我們先做Encode Decode等一下再說 我們的SubboxInfo 現在是不是長成這樣子 現在長成這樣 那我們給它做Encode function Encode function 就是把它變成我們想要Label的格式 好不好 然後我們來過一下這個Encode function 看一下它會變什麼 這個Encode label 第一個 第一個 東西是什麼 是不是有沒有框 它的框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 4 6的位置 4 6的位置 大概在這附近 第四個 第四 就是如果你切成8x8的話 我們把那個圖鏽出來 這樣比較 這樣比較 好 它的中心點在這裡 這樣看到了嗎 它的中心點在這裡 好 所以是第四 第四個 第六個 column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 剛剛我是給它過了一次 就是先Encode再Decode 那這樣還原回去 它還是框出來了 對不對 好現在重點是我要看這個Encode之後的結果長什麼樣子 46 好這樣懂了吧 對不對 好 這個21是什麼 46 這一個格子 它中心相對於它x跟y的這個 這個相對座標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0.06是什麼 是以46這個格子為 只看46這個格子 它x做 它這個raw 它下來一點點 0.06 這樣可以嗎 0.06 好 那31 它是 以這個格子為中心 它 過來 大概0.4 這樣可以齁 這樣大概聽得懂嗎 它在描述這件事情齁 好 那這個 這個 0.4 跟 負 0.23 這個0.4就是它的這個 高度 高度 以這個格子 1為單位 取log 1的幾倍 所以它如果是 1.5 它取了log以後 它大概就是0.4上下 這樣可以齁 那這個格子 連1都不到嘛 對不對 所以它0.幾 取了log之後是個負數 這樣可以齁 最後 這個格子 皮卡丘是1 因為它沒有其他種 它如果其他種 就還要第七個 然後它可能其它是0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 incode function 在幹什麼 大概知道了吧 就是把框框轉成這個 所以未來 你就是 就是你只要有這個框框的這個Data 你就要看一下 你就可以制定出 你可以用我的incode function 或者是自己制定出 呃 根據 描述剛剛邏輯的incode function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incode function不好寫喔 就是 我在寫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圖畫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對 看我有沒有寫對 好 所以這樣incode function 懂了嗎 有了以後 incode function的結構 就像我剛剛講那個樣子 好 那這樣子我們當然就可以編寫iterator了 好不好 編寫iterator 編寫iterator的時候 我們注意一下 我們只 我們只用trainingID 就是我們不要全部的data要拿去train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並不知道最後準不準嘛 對不對 當然它就batch起來了 所以 我這樣就可以寫 myiterator code function了 裡面怎麼寫咧 就是 主要是value這裡對不對 把這個imagearray 把它弄出來之後 最重要的是 就是 給它這個 把這個imagearray弄出來 還有這個benchboxinfo 弄出來之後 先 做隨機的這個 那個水平翻轉 隨機的水平翻轉 如果有翻轉的話 當然 你boundingbox 這個colon也要1- 就是1-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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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圖 圖 左側翻轉之後 你的那個boxinfo 也要做左側翻轉 這樣子 然後crop crop這邊比較難寫 就直接抄就好了 就是 我只希望它拉出24x24 就是我希望它圖是動一下這樣子 好 然後最後就出來了 好 data 這樣可以 啊 對 它的label是一個 它label目前就是一個 這個矩陣就是剛剛你看到這個矩陣 好 這樣我就有這個 這樣我就有Iterator function了 這樣可以齁 好下一個 好Iterator function 我們要不要測試一下他有沒有問題 我們來測試一下好了 哎呦又按到了 好這個就是我先把Iterator 弄過來之後然後reset next 這個是很標準的做法 標準的做法完之後 我把這個Data弄進來 弄進來之後我來看一下 他的show image 好沒有問題吧 這個有crop 這個是有crop的喔看得出來吧 好 我再做一次他圖就會做一些 小幅度的偏離喔這個有水平翻轉 這次有水平翻轉這樣知道齁 這個 所以這一個 這個Iterator function 大概可以懂他在幹什麼了齁 好 那現在我們就要開始訓練了 訓練的話我們要用 我們用mxnet內建的函數 內建的函數所以我們需要 bench callback跟epoch callback 然後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訓練了 好訓練的時候你必須先把這個 先產生新的參數 然後把這個之前 既有的參數把它填進去 因為我們剛剛有我們要做transfer learning 對不對 所以把pretend model的參數給填進去 填完之後就可以開始做了 那我們這邊就先讓他跑吧 讓我 開始跑 我這邊用GPU好我開始做 好那你們先重現一下這個過程吧 反正就是應該已經開始訓練了嘛 開始訓練之後 你要不要訓練完那就是一回事啦 如果你懶得訓練完齁 就基本上你就把這個 模型把它下載下來 就是這個一樣的參數檔跟這個parameter檔 好parameter檔跟參數檔下來下來之後啊 你可以先把validation的圖像讀進來做預測 好讀進來做預測的感覺會像這樣子 就是像這個 就是像這個樣子 你就會發現是皮卡丘 好那現在的問題就是那 你假設你已經 我先把尚捷克的關掉 假設你已經有了這個model 你已經有這個model以後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圖丟進去然後做預測咧 這個就是練習要做的事情啊 好那個 我是建議那個 可以把它停下來 反正你就已經可以開始跑了 它就可以跑到完嘛 這樣子 這個部分你們要做嗎 好那個前面沒有錄到就算了 我們現在就要講這個 就是練習二的答案 練習二的答案就是 我們現在 要做這個 看一下我們的model的這個 準確度的話 就是yolo model讀進來之後 我們就把這些 通通拿去做predict 然後來算AP function 好我們到要進AP function之前喔 我們就先到這裡為止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個 好這個就是把圖一張張填進去嘛 這個應該不是很難嘛 然後predict out 一起做predict之後 最後我再來做這個 我再把predict的IOU把它計算出來 就是每一張圖我就做IOU嘛 這個不會 這個不是特別難的技術喔 好predict out跑完之後 Decode 接著現在的predict outIOU predict outInfo裡面就有IOU這一行了 有IOU 又有 又有這個 Properity 然後又有它有幾個Raw 這樣我就知道它的 我就是不是就拿到它的IOU 也拿到它的Properity 然後也拿到它總共有幾個框了 好這樣子我就可以用AP function帶進來 好答案是0.86 好就是看起來做得還不錯 好這樣這樣可以齁 好可是齁 剛剛遇到了就是剛剛我們的訓練齁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會評估那個模型的準確度了嘛 對不對所以代表我們可以再調參數了 那有哪些參數可以調咧 前面剛剛講的好像有限嘛 第一個換一個model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可能正則化係數啊 或dropout的參數啊什麼之類的 好有一個最核心的東西 還沒有解決 就是損失函數我們剛剛是用 那個原版YOLO的損失函數不好嘛 那我們剛剛是用那個close entropy和MSE做對不對 這兩個比較好嗎不見得 好不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損失函數的改變好了 的變化好就是 如果你遇到我們的這個物件識別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類別不平衡 為什麼框很少啊圖 你以grid為base每一個grid預測一個框 結果你發現一整張圖都只有一個框對吧 所以對於那個對於每張圖來講 他其實都做了49次預測 7x7的預測嘛 但是卻只有一個是真的 所以這是一個類別極度不平衡的任務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 誒物件識別的模型最大的困難就是類別不平衡 那我們之前都是用data augmentation處理 但是現在我沒辦法用了 我們又不可能手動增加框 對不對 我們完全沒辦法增加框啊 所以說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如果你有學過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的話 那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是怎麼做的呢 就是我首先我先做了一個簡單的學習之後 我把這些我學不好的把它做加權 學不好做加權 那這樣子我就更貼近他嘛 那學的好的我就 我就我就把它權重做降低一點 這樣知道了嗎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Ross RossJeshik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反正就是 我會寫名字就是有照片的啦 好不好 這個人就是 他也使用了這個方法 但是並不是 就是叫online hard example mining 這個 就是去找比較hard的example 就是比較hard的就比較難的 然後他就會給他全弄加高一點 那但是齁 這樣子 在每次訓練的時候 找到比較難分類的樣本 做一次下一次訓練的樣本 編寫程式很複雜 你也感覺出來他很複雜嘛 你每訓練完之後 你每訓練完一次 你就要看一下哪一個 哪一個樣本比較 比較就是比較 難被預測準 然後你就要對他進行加權 這個程式編寫起來就比較複雜 所以他們後來就想到了一個新的方法 叫Focal Loss 這個Focal Loss 等一下我們後面介紹 那他的想法就是 我不要 我也是based on上面的想法 那Focal Loss就是用這個Focal Loss 做出這個Retina Net Retina Net 就是上一節課講的最後一個網路 這樣子 YOLO V3前的最後一個網路 好這個Focal Loss是長什麼樣 這是傳統Cross Entropy的function 這傳統Cross Entropy的function 前面這個Alpha 是這個加權技術 就是我可能對正向做一些加權 正向值做一些加權 這樣懂了嗎 那所以Alpha 1-Alpha 然後乘上這個1-Y Log1-P 這個前面的Cross Entropy function 應該看得懂嗎 對不對 好 現在是說 我Focal Loss的function 是額外增加的坦數叫Gamma 這個Gamma 你看它跟這個 它跟這個原來的Cross Entropy function 它差在這裡 差在這裡 這是什麼東西呢 1-P 這個P就是這個正確的幾率嘛 對不對 那1-P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如果我數字很大 這個這邊我期望它應該是要預測對嘛 對不對 就是要接近1 如果它很接近1的時候 這個數字是不是就很接近0 這個數字很接近0 這個數字很接近0 那是不是就代表它的權重變小了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很會了 所以就不要了 那 一樣這裡1-P它 我希望它接近0對不對 如果它已經很接近0了 這個數字是不是就很小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那如果它很接近1咧 就代表它預測錯了 這個數字是不是就很大 好 所以Focal Loss就在中間加了這一項 這邊有Gamma 這個Gamma就是幾次方 這個數字 當它這個數字是0的時候 因為任何數字的 任何數字的0次方都是1對不對 所以當這個Gamma等於0的時候 就是傳統的Close Entropy Function 但當這個Gamma等於2的時候 或者是多少 你就會發現 這個 它的這個Loss 這個0 Gamma等於0就是藍色這條線 它對於這個損失 損失的這個比例 就是對於它學不會 學不會就是0 它損失的比例大概是這樣下來的 那對於這個 如果Loss這個Gamma等於2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這個曲線斜率換了 所以對於這個已經訓練得很好的 對於Gamma等於0的時候 它就還有一些Loss在裡面 所以它就還要學會嘛 對不對 可是對於Gamma等於2的時候 它已經0.8預測正確的時候 它就幾乎不學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這個方法是不是就很巧妙的 我只是透過改損失函數嘛 我就把剛剛那個Idea放進去了 好損失函數怎麼改呢 本來這是Close Entropy的Function 好這是本來的喔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變成Focal Loss 那很簡單就是 加一個Gamma進來 加一個Gamma進來 然後把它這裡 把它這裡放進來 把這裡放進來 把這裡放進來 這個是不是很簡單 這個方法很簡單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原始的這個 Cross Entropy Loss Function 改成Focal Loss Function 就是剛剛那個 Yolo Map Loss那裡 我們就可以把它替換掉 就解決了嘛 好所以說這是 把那個Cross Entropy Function 換成Focal Loss Function 這是好方法 好那 現在 剛剛除了這個 Cross Entropy Function 我們還有用到什麼 是不是 MSE Function 好 MSE Function 還可以換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 MSE Function 在做一般的預測 現金預測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在物件識別的領域 又存在問題 就是如果誤差太大的時候 我給它損失值的平方加權 那這樣子好像 偏移過多就錯了非常多 但是 偏移多了 對IOU來講 好像 它的損失不是那麼線性的 你知道嗎 錯了就錯了 我並不一定 我錯了 我的框框錯了 不用給它一個非常嚴重的加權 錯了就錯了嘛 對不對 這樣懂嗎 所以說 線性預測中有個損失函數 它對 偏離比較遠的 它不是平方加權 它可以絕對值的加權嘛 對不對 絕對值是不是 跟 平方 它的差別在 絕對值比較平緩 這樣知道了嘛 對不對 可是平方在 數字差異很大的時候 會給一個很誇張的 Loss 那這樣子 這是它的缺點 那這是它的優點 好 可是喔 這個 MAE MAE 它又會讓整個市值不可違 就是 MAE 它沒有辦法 它在那個 零的時候沒有不連續 它沒有辦法違分 所以 我們希望 在很小的地方 用MSE 在比較大的時候 用MAE 那這樣子 不就讓市值不可違分了嗎 這樣懂你什麼 因為它形態 在誤差小的時候不平滑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函數 在 數字小的時候用MAE 數字大的時候用MSE 好我們來看一下 答案就是這個 MAE 就是結對值 就是黑線 下面不連續 對不對 MSE MSE是這個 紅線 下面連續 但上面太陡 好我怎麼把這兩個整合起來 就有個叫Low Couch Function Low Couch Function 你看 就是 這個 就是這個綠線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它在數字 小的時候 很接近 平滑的 就是很接近這個 平方 平方 數字大的時候它又變線性了 這個函數不錯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Low Couch Function 它長得這樣 就是需要一個 有一個Couch 然後 Y-YH 這個Couch就是 2分之 1的X四方 加上 1的-X四方 好 然後再把它取Low 這就是Low Couch Function 好你現在定義都寫出來 那這樣就很簡單了 好 不過在MXNet裡面 你把MSE換成Low Couch 有更簡單的 因為Couch Function 本來就在MSE裡面 欸不是MXNet裡面 所以你只要先Couch再取Low 欸問題就解決了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說這個要用特殊的損失函數來做 也不是特別困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練習3 就是剛剛練習的部分 你應該是有training過 那個 你有開始training過 用傳統Cross Entropy加MSE 來做的 這個Low Couch的那個Model 對不對 把MSE換成 那個 把MSE換成這個 就是 Low Couch 然後把這個Cross Entropy換成Focal Lows 再訓練一次 然後看一下這個 然後 做完之後 看一下這個 Average Precision有沒有上升 就看Paper寫的有沒有對啦 好不好 來做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練習3的部分 就練習3的部分 這個 欸 喔 螢幕 好這個 基本上你只要改Model的結構的部分 Model的結構的部分 就是跟剛剛一模一樣 只是齁 差別在 剛剛在 這個 呃 MSE function 改成Low Couch function 那個 Cross Entropy改成Focal Lows 改完之後 你在這裡把它改成相對應的Focal Lows 跟Low Couch function 好這樣你就可以重新再一次訓練模型 好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就 我們就跳過 就是 反正訓練 訓練這件事情要花比較久的時間嘛 就慢慢訓練這樣子 好那今天最後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 欸 上次用 回家作業用到一個 Arcobox 就是而且我們那個 商傑克一直在講說齁 就是 欸 那個 ArcNN啊或什麼東西 他都是用Unclebox來做的 那 YOLO沒有用Unclebox對不對 但是他 沒有用Unclebox其實並不好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舉例來說 我就是要找人 我找人這件事情 人的樣子大部分都是 比較高 比較瘦高型的啊 人通常很少寬度跟高度一樣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他的那個 我如果是做偏移預測的時候 那 我很容易就可以理解說 欸 其實我對這個 我對這個 就是寬度 寬度來講 他應該要變小 長度來講要變長 高度要變高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 增加我的這個 欸 就是我的這個 欸 樣本的這個不穩 就是我在訓練過程的不穩定 為什麼 我BaseLine可以給它0啊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弄一個標準的人框 然後我以那個人框為標準 再做偏移量的預測就好了 這樣會比更好一點 好這樣 這樣大家也懂意思了嗎 那你有這個idea以後啊 就是 舉例來說道路上的人測識別 我剛剛講的啊 所以 你需要引入毛框 毛框就是Arcobox 引入毛框怎麼毛框呢 好 這個 欸 怎麼決定毛框長寬比 在RCNN跟SSD 還有後來RetinaNet 都是預先隨機指定毛框 這樣毛框就很多 而且不優雅 那EOLO V2 他的idea我覺得比較好 他的idea就是 我先把 所有的框 把它抓出來以後 然後我用長寬來做集群分析 我用長寬來做集群分析 看看他總共會有哪些框 以這樣 就是類似這個樣子 我先把data讀進來 好這個 我們讀進來之後這個data 這個data長得這個樣子 這個data是什麼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長跟寬的 長跟寬取了log之後的數目 長跟寬取了log之後的數目 我對他做 我對他做K-means K-means是一種集群分析的方法 做完之後我發現 他總共可以分成 9個框 這個9是我決定的 好不好 因為我想要有9個毛框 這個9是我決定的 這9個毛框的數字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他的長寬 他的那個就是 相對寬度跟相對高度 分別都長這樣 那他的毛框 如果你把他拿去做這個victuration的話 你會看到 他的這個框大概長成這樣 就是 紅色是最小的框 然後依死類推這樣子 好因為今天皮卡丘 的大小比較固定 所以他的那個分布比較均勻 如果你今天是什麼人啊 人跟車 那他就是人一群車一群 這樣大概懂意思嗎 好 那決定了9個毛框之後 下一步就是我要把 指定物件給某個毛框負責 所以我要把 training box裡面 我要增加說 他是第幾個毛框 並且他毛框的 寬度跟毛框的hite是多少 因為這樣到時候 我要去算相對量的時候 我需要他毛框寬度跟毛框高度 對不對 不然的話我怎麼相處呢 好 好 所以這個 這樣子可以把那個 毛框的information 加到training box裡面 現在training box info裡面就有毛框的information 這樣我的 incode function 就可以利用毛框 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把檔案存下來 那所以現在 如果你需要用毛框的話 你就需要把原來的boxinfo 把它做一定成 把它跟毛框做一對一對應起來 然後就把它丟給某個毛框負責 這樣知道嗎 好 把它丟給某個毛框負責之後 你就需要重寫incode function 跟decode function 這裡我們就不描述說 這裡怎麼做的啦 好 之後的使用方法就完全一樣了 然後接著我們就是要做predict 做predict的時候我們可以直接用現成的語法 這都可以直接下載了 好 這個直接下載完之後這個語法 就是multi box 的object detection的這個training 就是我已經下載完了 它就是multi box的這個object detection 好 這個就是完整的語法 這個可以直接跑 這個可以直接跑 好 它就是有用unclebox的概念來做 那你們就是負責重現這件事情 這樣知道嗎 好 那 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就不跑完了 我不跑完了 反正它就是 這個模型就是 你data 但是當然你data要 data要在正確的位置 好不好 這個 這個語法還是要調路徑名稱的 前面都要調路徑名稱 這樣知道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關鍵 predict的部分 predict的部分就是非常有趣的部分 predict的部分 我們現在先把它直接predict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predict的厲害 重點是在 這個predict function 我decode的時候 我需要把毛框放進 欸 這是傳統的predict function 弄錯格了 是multibox的 好 注意一下它在decode的時候 我需要把unclebox的資訊放進去 不然我沒有辦法除 對不對 所以這是相對量喔 所以這樣子我就 我就預測出了第一個 好 那這樣子你就知道說 如果你要multibox 來做的話 大概要怎麼做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今天總結一下 等一下再來補實驗好了 就是等一下再來補實驗做 好就是 你會發現一件事啦 就是物件識別模型齁 它真的是很難啦 就是你從程式上來看它就很難了嘛 對不對 但是它其實還不是最難的啦 因為 後面四節課齁 文字的模型也蠻難的 然後那個最後對抗生存網路那更難啦 對抗生存網路我們根本不可能用 原始的語法去做 我們一定要自己寫底層這樣子 好 那我希望啊 大家回去齁 可以去把這個 就是家庭作業再看一下 然後 你如果對物件識別模型真的有興趣齁 你可以 就是基本上至少要用yolo v3模型啦 你不可以用 前面那個第一個語法那個yolo v1那個模型啊 最開始那個皮卡丘的預測任務 我們是用yolo v1模型 那 你如果想要 用在真實的 世界上面 或是你想要用在自己的論文上面 你最起碼要用yolo v3的模型啊 這樣可以齁 好 那這個 然後因為用MAP來當作這個預測指標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調個參數 然後來決定一下最佳模型是什麼這樣子 我把那個 這個 尚捷克家庭作業的這個yolo v3 拿去 讓他去看晉級的巨人 你會發現他的預測結果就像下面這樣子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這個 前面這個 這個是女主角啊 這個女主角他好像看不出來這是個人啊 你有注意到嗎 這個漫畫女主角好像沒有辦法被模型識別 欸 可是巨人他就發現這是個人欸 對吧 這給我的什麼啟發啊 這個 我們的model應該是蠻準的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只認得巨人 他不認得女主角 可能漫畫都喜歡把主角畫得很漂亮 啊 真實世界的人通常長得都不是那個樣子 啊 這個漫畫把巨人都畫成什麼樣子 都畫成肥宅樣子 那你們有看這個漫畫嗎 有喔 漫畫那個巨人都是肥宅肚子大大對不對 你看他就是認得肥宅 好 所以這個model是很誠實的啊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你可以訓練一下這個 物件識別模型啊 把它放到不一樣的地方也蠻好玩的 好啦 今天課基本上都上到這裡啦